2022年9月26日大盘中午收盘了 上午走得比较强势啊 虽然都是低开 反映了外盘的一个下跌 这个只有通过这15分钟就化解掉了 现在我们能看得到是 虽然说四大指数就在刚刚都在上涨 可是上升指数呢 又跌到均价线下方 也跌到了就这种负轴 那么现在我们能看到有两种 第一个呢是大盘权重指标股 出现了小部分分化 你像一些油气啊 还有一些个前两天走得比较好的 它们出现了一定的跌幅 但更主要的是 来跟着我这个笔来看 毛指数宁祖和今天出现了一个同向共振 而且这些里面涨幅还都很大 跟赛道啊还有跟这些个顺周期啊 尤其跟这些消费类的走得还都比较好的情况下 大盘现在挺有信心 上午你瞧 虽然成交额并没有放太大 可是北上资金流进来可不少 流进来净的是42个亿 你像盘踪一部分电池类的房地产类的 旅游热泵包括新能源概念的啊 像光伏啊 包括一些汽车零部件等等 就这些东西都在有一个就比较热的值的时候 现在有的人在想两方面 第一这个位置到底是反弹还是反转 如果这个位置要是反转的话 现在这个位置应不应该上车 那么上车的时候应该买哪些品种呢 好我们就着这些个话题啊 谈一下 首先你看今天涨的最多的呢 从前面看有消费类的 然后呢就是这些个新能源有车 就跟新能源车有关系的 还有跟这些个新能源性半导体芯片 能挂得上钩的 从这也能看得出来 电池啊旅游啊光伏啊 包括酒水啊等等这些东西 就连长期不动的 中概互联网也动了 那么这些东西百花齐放啊 尤其这里面最能够提起人气的 就是北上资金又净流入42个亿 他们都流到哪去了 听古邦技术科的都懂 北上资金最喜欢进的 就是一些成长类好的 你比方说像喝酒吃药尤其加白色家电 这不都是大消费吗 人家想的是酒一喝就了 药一吃就光 白色家电经常更替 所以他们的成长性好 那么这里面分化又来了 你看以新能源类的像锂电呢 电池类的光伏啊 半导体包括芯片啊 这些东西 他们的下面也出现了一定的分化 包括我们调过来看 你看今天跌的比较多的 以顺轴期类的像钢铁呀 煤炭呢 有色呀 包括一部分养殖都出现下跌 还有农业 那么剩下的呢 就是军工 军工是一大票都在下跌 这个不就是科技类的分化吗 因为军工里头很多东西都是科技类的 所以呢 现在我们看分化还是比较严重的 那么今天电力这块呢 也出了一个下跌的之列 但是这块我们不难发现 不管是你看石油啊 今天的还有煤炭啊 航空啊 就这些东西 他们下跌 包括电力什么的啊 这些东西仓储 都是前几天涨得比较好的 所以这个呢 就是一个轮动的过程 我们通过这几个呢 我们发现 今天上午有操作机会 因为今天上午的时候 板块在上涨的时候 下跌的个股 虽然说值数很多 三千将近三百只 下跌了三将近三百只 三千三 但是这里面跌幅过大的很少 我们从这来看啊 跌幅过大超过百分之 咱们以超过百分之五的为例啊 一共只有75家 你说跌幅超过百分之五 只有75家 这是不是能代表 最起码在这呢 人们不愿意卖了 没有出现那种恐慌盘 因为没有出现恐慌盘 那么主力啊 还有机构啊 他们没有办法借势来吸筹码 所以今天成交量 仍然出的一个上午是萎缩状态 不到4100亿 在我这么懂情况下 今天可能仍然不会超过7000亿 经常讲说地量见地价 难道这个位置真的就是地价了吗 但这个不重要 重要的是 今天上午 原来是四大指数都收红 现在呢 是三大指数收红 只有上证指数 我们瞧 在这呢 微跌了一点点 但就是微跌了这一点点 可是从K线图上 你看 还是一个红的呢 盘中最低价 达到了3064点 为什么强调这个3064 因为它已经跟3077 有了一定的跌幅 那么这儿我们可以理解为 假如 现在今天 现在上证指数 收出一根是假阳线 就是上午啊 如果下午仍然能保持这个假阳线的话 那明天大概率是一个变盘时间窗口 怎么变 明天很有可能在这个位置就会出现一个 滴开滴走之后向上干 然后出现一个比较大型的反爆羊 所以今天呢 我们的策略是 目前看 只是按反弹看 因为在这儿我们一定要等一个明确的上车信号 假如这个位置下午要出现了放量上涨 并且出现一个大型的 看到没 这个位置要出现一个大型的上涨 那这个位置可需要斟酌 为什么呢 在昨天周日策略会的时候 我们曾经讲过一段话 你看 说上证指数 还有创业板和深层指 今天都会出现序列滴酒 出来了 这不序列滴酒吗 那么序列滴酒的时候 序列滴酒最管用呢 是应该收出一个小阴线 所以今天如果它要出现下午大涨 那么就不是小阴线 如果不是小阴线 就这种序列滴酒可能成立的情况下 它的未来的级别不是特别大 所以在这呢 如果下午要真的出现上涨很快的话 那么在这只是一个反弹 我们只能按反弹看 反弹时候怎么办呢 反弹时候我们就要做好那种高切低换 或者高抛低吸 说起来挺泛泛 到时候大家就知道自己怎么操作 就是涨得快的那种东西 你得出来 就是这个意思 好了 给这我们总结一下 大盘现在四大指数啊 都有低点 你看我们看 上证指数序列滴酒 深层指序列滴酒 创业版序列滴酒 科创版上周五的时候就已经序列滴酒 现在已经形成了日线级别的多个 咱们是多个啊 四大指数都形成了一个同向共振 在这个位置如果下面要出现一个标志性的 不是反包扬啊 不单单要反包扬 还要放量 如果下面形成了一个标志性的一个上涨信号的话 那这个位置可是一个不错的上车点 也就是我们现在一直以来 一直在等着在盼着的就这么一个起涨信号 这个就是咱们一直强调 说这个位置呢是一个大的建仓周期 今年第二波因为今年的第一波呢在这儿 今年第一波建仓周期是四月份 四月末的时候啊就在这一带 现在是第二波 那么现在关键的点我们得看什么呢 第一下午必须放量 如果不放量 而且还不收一个小阴 或者是说小阳也可以啊 不能出现大闸 如果出现大闸 这个位置我们可得知道 明天冲高的东西就得出来 要不然的话很有可能就会坐电梯回来 结论就是在这个位置 我们先按反弹看 不能按反转看 因为反弹的这个位置需要的 不需要太大的量 反转需要堆量 需要倍量 甚至反转需要一个市场的情绪上的配合 尤其我们能看到一旦反转的时候 上涨的加速可能不会特别多 但是大涨的加速会很多 来我们再从这块看啊 你看今天咱们大涨的加速超过5%的 有多少加 现在超过5%的 一共有一千 有一共有一百五十加 这个是不够的 如果真出现大涨了 那么这个数字会很大 很大 大家都见着过 好了 那么在这呢 我们在静等 静等什么呢 我们就静静的等待 这个位置出现一个放量 而且这个位置 今天啊 今天如果收小音是非常棒的 但是今天如果出现下午出现上涨 那这个位置可需要强调 下午可不能追高 管住手 好了 朋友们 我是古邦 下午的时候 一旦某些东西要冲得过高 那么明天早间再冲高的时候 反而是一个减仓的时候 因为没有成交量的配合 这个位置只能先看反弹 怎么办 管住手 我是古邦 下午到底怎么操作的 我们收盘跟大家讲清楚 喜欢古邦的下观众 我们下午收盘见